耶诞新年假期 美国民众出友团聚 造成新冠疫情大爆发 短短不到30天 就有1000万人染疫 累计确诊数9号突破6000万大关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曾向民众信心喊话 表示疫情会过去 即使成为常态 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令人痛苦 但美国至今仍是全球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累计确诊数占全球病例的20% 死亡数也占15%以上 这两项数据都是世界最高 另外看到澳洲 新冠累计确诊数10号突破百万大关 过去一周的新增病例就占超过50万 显示疫情在短期内创纪录升温 澳洲在Omicron的墙袭下 住院人数呈现爆炸性成长 迫使官员重启部分地区的新冠限制措施 但隔离规定和大量员工染疫 导致企业出现人力短缺现象 更对企业营运和供应链造成冲击 另一方面 以色列总理班内特9号推文表示 在以色列目前这波疫情中 总共会有约200万至400万公民染疫 然而以色列总人口只有约940万 由于以色列筛检战量能不足 政府7号修改筛检政策 只有染疫高风险及60岁以上群体 需进行最准确的PCR检测 其他人可以在家自行 或由医师进行抗原检测 全球政府积极对抗疫情之际 部分国家应长期实施严格的防疫限制 引发当地民众不满 像是荷兰、比利时与捷克 民众不满政府限制人身自由 与强制打疫苗等措施 爆发示威抗疫 政府也纷纷祭出镇压警力来驱散民众 随着疫情升温 被限制压得喘不过气的民众 似乎更需要宣泄出口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